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王豪傑 經常說俄羅斯人是戰鬥民族 查實比起美國佬的牛仔文化,絕對是小毛見大毛 話說各地政府雷麗風行推居加令,像西班牙一樣 至至上個月底,就有近一千人因為違反禁令而被捕 而在阿根廷,政府上個月實施全國封城 短短一個星期更拘捕接近五千個遺禁者 鏡頭一轉,遞到美國密歇根州 當地時間星期三爆發近四千人示威 抗議民主黨籍女州長韋特密攀下封城令 部分示威者手持美利堅幫聯激旗 亦有人手持爭槍,有人批評州長剝奪民眾人身自由 其中一條標語更寫上沒有自由的安全,他的名字叫監獄 非常時期就行非常之法 密歇根州目前錄得的感染個案超過二萬七千宗 數字是全國第四高,近一萬八千人死亡 更加是全國第三高 風頭火勢下,州長嚴令封城就無好口非 但是,很多美國人不理得你這麼多 堅決捍衛自己的爛街權以及播毒權 於是上演這一幕,名副其實倒轉槍頭 其實誰人都知,美國擁槍文化根深蒂固 打過GTA的都知,去槍譜買完槍 店主禮牌都會送上一句溫慶祝福 Stay safe, stay second amendment 沒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確寫明 不得侵害人民攜帶武器之權利 但是,很多美國人都是選擇性守法 對原文裡規定,槍下要由紀律嚴明之民團擁有 卻視而不見 正所謂事實性於紅變 真正擁槍的紀律嚴明就無份額 反而暴力和精神疾病紀錄的人 往往都可以通過審查 並在社區校園內大開殺戒 最奉刺的是,美國社會一有什麼風吹草動 槍械立即買到斷屎 每次有嚴重槍擊案發生 禁槍呼聲高漲之時 民眾爭相趕乘尾班車 槍械買到斷屎 槍械生產商的股價更加大升 去到今次疫情 美國人除了搶救廁紙等日用品 槍械和子彈都是重點控場對象 連一向很少買槍的壞人都加入行列 難怪的 正所謂官府在遠 拳頭再近 道理就好像大國之間都要擁有核武器 確保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恐怖平衡 當然,影響抗疫除了槍械文化 還有兩黨政治惡鬥 參與今次密歇根州示威的 好多都是特朗普的粉絲 而特朗普早都出口述 說要盡快恢復經濟活動 為今年11月大選造勢 特粉們自然心領神會配合演出 再加上江湖盛傳 拜登將會邀請州長為特朗普擔任副手 特朗普自然加多幾前欲緊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駕馭之名而行 相比起美國刁民 香港人沒有槍在手 民風想不順撲都不行 即使是政極私動 充其量只是用腳投票 迫爆郊野公園和離島 樓上包違反禁令經營 仍然只有束手就擒的粉 絕對沒有像美國牛仔一樣 暴力抗法 港府得天獨口 防疫抗疫仍然搞到一獲足 根據一項最新調查顯示 在各地防疫最安全的地區排行方面 香港落後於澳洲、內地和台灣等地 排名第十 可以說實至名歸 大家對於美國刁民有什麼看法呢? 是like 有沒有搞錯還是吃花生? 不妨投票告訴我們 今集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